拎着袋子大摇大摆走在马路上 穿着橘色帽T的窃嫌完全不避讳 这样的穿着太显眼 甚至经过派出所一样没得怕 然而却不知才刚走过 里头远警马上注意到 不动声色悄悄跟在嫌犯后头 同时召唤同事 接着一步向前叫住嫌犯 随即成功逮人 正因为确认他就是爱心相怪道 低着头默默不语 原来嫌犯似乎还真的不知道 自己早成了警方店家锁定目标 看看大白天 手提的橘色塑胶带 身穿橘色帽T 酷似卡通人物阿妮的妾嫌 手还不时摸摸鼻子 戴着帽子神情鬼祟 快步行走离开 仔细看手中的袋子成电电 似乎装了重物 里面的东西 其实就是店家的爱心相 发觉这段时间只有他进来 对所以我们很缺的这个人 我们不认识 这个人就是可以怠毒 当时是午休时间 嫌犯直接走进店内 将零件箱拿起来 并把他的锁打开 然后大大地的把他抱走 三号下午四点多 新北市泰山区 妾嫌趁着午休时间 闯入小吃店行窃 爱心盒子就放在遮蔽处 甚至挂上铁链 然而即便这样 也被证明妾嫌给直接摸走 算算客人的善款 大约有两千多元 就这样被整箱给带走 好在警方全力锁定下 加上妾嫌自己实在太招摇 逮货全部费功夫 接下来还要再查 他到底偷了多少爱心箱 这里俊峰镇小玄台北报道